今天都买包米 多钱呢 反正我也是都扒的 黄眼的 你扒好的多钱呢 这是小的 这个小 这个是 10块钱9块钱 10块钱9块自己扒呗 这8块钱多钱呢 这10块钱7个的 2个房子 4个5个 6个6个打的 今天是8个3号 日子过得可真快 八月份来了离十一还远吗 离公仔是不是也就不远了 这一年就这么邪漏糊涂的过去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的时间好像变快了 每天忙忙碌碌的 一天一天过得可快了 早晨到晚上眨没眼睛就一天 眨没眼睛就一个星期 一眨没眼睛一月就过去了 就怎么样事的 感觉碌碌无为的 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 大家就好像被定制的一个模式 上了个发条 不由自己意志为转移的 就这么忙碌着 每天就开始忙着赚钱 忙着工作 忙孩子 忙社交 还没上班的忙着各种结交 这种维护这种人际关系 忙人节烟火 实际上无非就是为了这碎银几两 找不到属于自己真正的方向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感觉到快不快乐 你说快乐呢 感觉有的时候还迷茫不快乐 你说不快乐呢 家里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还是感觉自己就是在生活当中缺少了点什么 特别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 冲动就来了 就什么都不管了 什么我老年吃来的妈妈 什么赚钱呀 什么都不想管了 我就想走没有钱 我哪会去一个近的地方 我要放手放手 不知道大家觉得时间过得快不快 就是可快乐 一天一天的周而复始的 自己都感觉回到家里忙忙当当的就晚上很晚了 我觉得时间过快 好像也就最近就十来年 40岁的时候还没感觉 也不知道是我们这个世界变了 还是是我们现在为了生活而奔波 不知不觉的时间快了 还是我们因为有了互联网 每天在刷手机 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去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现生活中感觉时间熟熟的 可快乐 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 都按照自己制定的模式 在奔跑着 已经来不及 甚至是顾不过来旁边人的感受 包括身边的亲人 我们都自顾不想了 每天就是这个样子 已经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每天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也很难有时间静下来 去问问自己 你的时间觉得快吗 过的 这个熟熟的一天 白碗大肠 水饭 买了一袋咸菜 找出菜了 这就结束了一天的早天生活